大概要知道我们的宽度是90公分 既然是90公分 它是一个很大的档案 所以我们通常在这个地方 你要稍微有几个基本的元素 大概知道一下 abstreet, introduction, answer, result, conclusion 或者是最后我们会有一个 discussion 然后再加两三篇reference结束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来去编排的话 一个海报这边一定是我们放标题的地方 这个标题里面会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会单位的logo 像我在国立阳明大学 左上角一定是出现国立阳明大学的logo 每个单位都有徽章 记得就是放在这边 好,接下来呢 从这边开始直接把内容分成两栏 就是好像一个门 就是那个海报的形式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有没有可能三栏 有,还不少 因为它非常的宽 所以你可能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标题 接下来这边假设是第一栏 然后这边是第二栏 这是第三栏 不过你应该知道 就是后面我们就直接把它 汇入之后 我们就直接做什么 做这个常用底下的栏 看看把它分成两栏或三栏 而且还要设定栏宽 那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请你 可能暂时先做一件事 这边我们要去设定字的大小 好,首先我们先插入 插入一个文字方块好了 而且应该都是水平的文字方块 从这边画到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水平文字方块 那这里面字形的大小 因为是标题字 所以建议各位取到多少 我们先看感觉好了 例如说七十二是这样子 电脑交 例如说假设了 叫做海报 制作工作坊 好,那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字的大小 你这样看不准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我们这样子来去看 我们希望整体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那标题来去看 这样子的字 只能抓一个比例 可是至少你会觉得 它比十二适合多了 所以我们可能再放大一点 好,大致上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标题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哦 我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我一样 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里面 我就先去输入 字多大呢 刚刚是不是设到九十多 那至少这边不可以比它大 也许我们设到 例如说要看里面 我们有标题字 标题字 我们有abstrate 例如说大纲 大纲里面 假设我们都放AAA 假设我们都会给你适当的文字 那这个字的大小 我就觉得说 不太适合用四十八 稍微小一点 好,例如说二十八 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有大纲之后 简介 那简介的字的大小 理论上应该就是四十八 就是跟这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B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会不会觉得说 应该把它变成两栏的方式会比较适合 所以真的在栏这边设成两栏 然后 然后 这个字要改成二十八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两栏 这个两栏 我们应该要把间距稍微改变一下 各位像刚刚我们这边 这边的距离 文字到边边 我们都给它1.27公分了 何况这个栏跟栏之间 我们这边就可以给它 例如说2.5公分 然后点选确定 好 那假设了 我现在先用这样子的内容 去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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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我只是请你们去看那样子的感觉 海报就是在做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放图表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插图 统计图 或者是资料表 或者是插图 举例来说这边是不是一个标题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放 Abstray 然后接下来这边 我们就分两栏 分两栏来去呈现 通常就是我放的那个做海报的先后顺序 是这样子 那你看这一张它是不是就分成三栏 分成三栏 这边是不是标题 标题完毕之后 这边是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可以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意思 你看像这一张 这边是不是标题 然后接下来这边一栏 然后这边一栏 那当然 接下来我们就可能放一些什么 比如说底图 底图会放嘛 然后接下来放文字 文字也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放这个图片 或者是这个流程图 然后统计图 OK 我想一张海报 大概就做完了